各位朋友网友们好 欢迎来到《桃花园记》 今天是2022年2月24号周四 今天零零前 俄罗斯总统总经进行电视讲话 向乌克兰宣战 随后爆炸声和枪声 打破了乌克兰的明镇的天空 俄罗斯军队从海陆空攻进乌克兰 从背部森林东部平原 南部海岸涌入乌克兰边境 到半岸 而特种部队和空降部队 已经逼近乌克兰首都基普 乌克兰军队在三条战线 迎击俄罗斯军队爆发激烈的战斗 东北部的苏美和哈尔科夫地区 以及南部的赫尔松地区 也发生激烈交火 到了晚间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门顾问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 飞弃了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该电站位于首都以北 仅约90公里60英里 总统泽连斯基说 我们今日听到的不仅仅是导弹爆炸声 战斗和飞机哄鸣 这是新铅目的声音 它已经落下 并将俄罗斯与文明世界隔绝开来 它呼吁乌克兰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 并将向任何准备战斗的人提供武器 普京曾表示 他不打算进行军事占领 只想解除乌克兰的武装 并清除民主主义者 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努力实现 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普京向西方放话说 任何试图阻碍我们的人 应该知道 俄罗斯的回应即立即到来 将使你们面临历史上 从会遇到过的后果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当地时间周五凌晨发布 视频称至少有137名 乌克兰士兵和平民上升 乌克兰官员称 乌军已经摧毁两架俄罗斯直升机和7架飞机 俄罗斯国防部者表示 俄军已经摧毁了70多个军事目标 包括11个机场 一架直升机和4架无人机 西方国家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 美国 英国和北约计划对俄罗斯的银行领导人技术出口和精英阶层 实施制裁并冻结数万亿美元资产 拜登和七国集团G7国家领导人戳商后 宣布阻止俄罗斯使用主要货币做生意 并对俄罗斯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制裁 英国将制裁目标对准银行普京核心圈子成员 以及伦敦享受奢侈生活的俄罗斯超级富豪 欧盟制裁措施将包括冻结俄罗斯在欧盟的资产 停止俄罗斯银行进入欧洲金融市场 打击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今天全球市场动荡 石油价格飙升到了每桶105美元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飙升了50% 俄罗斯证券交易所有短暂停牌 好了今天就和朋友们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